文字串在一起的话 一般习惯还是什么 先产生一个空的字串 空字串 类似像这样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产生像刚刚类似的这种做法 空的串列 因为你要放东西的话 就是用什么?中瓜糊 如果你要放的是数字的话 就是0 OK 那如果是这个中瓜糊也要累加 就是你要把资料放进去 那就append 那如果说你将来要把资料 放到这个字串里面的话 那就是我的习惯是s等于s加 加后面东西 它会是一个 一定要是一个字串 如果不是字串 你一定要转型 转型成这个字串 就文字 才能够跟前面的串在一起 那你会发现这个写法跟前面那个什么 ans有点像 其实前面的话 这个叫做文字的串接 那如果你要数字累加的话 就是ans等于0 那这边就ans等于ans加上后面 那后面的话因为数字 所以记得后面一样也要是个数字 不能是文字 OK 那那个部分的话 叫做数字的累加 OK 所以这两者其实 差别主要是在什么呢 在那个 资料形态的不同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文字是这样这样的方式 那数字的话 其实也蛮像的 数字等于0 那这边的话 后面这个是一个数字 就是叫做数字的累加 这叫文字的串接 那另外的话 这个就刚刚讲到啦 就是如果你要放清单 那就是中瓜糊 那以后的话就是什么 后面记得用append 大体上是这样啦 就是说你要先产生一个变数 然后利用这个变数 帮你做一些这个资料的累加啦 累计等等的 那类似用这些方法 可是呢 如果今天啦 像刚刚这样 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么麻烦 我可不可以不要串 我可不可以直接就把这个print放到这里 那如果直接放在这里的话 第一个啦 假设我不要这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也不要串 因为刚刚的做法是 串完之后再print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说呢 我今天呢 就是直接怎么样 直接把这一个字呢 print出来的话 当然呢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98765 它会发生什么状况呢 变成这样子 56789 顺序是符合我们要的了 可是呢 它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地方有print啦 print前面讲过 只要是print后面会帮你加一个换行 一个enter 所以如果你要把那个enter拿掉的话 那前面讲过 你可以在你要输出的资料后面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名称叫做 1nd等于什么呢 本来是一个换行吗 本来是一个enter 那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没有换行 没有换行就是一个空字串 OK 那如果说我把这边后面加上这个的话 再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边的话98765 enter 一样 56789 它就翻转过来了 那这样的写法 如果跟刚刚的那个方法比较之下 你会发现 大大又节省了很多的这个程式了 第一个当然上面就不需要一个s等于空字串 然后也不需要在程式串接 串接完再去输出 那等于就是直接一边得到什么就一边输出了 那当然这两个方法各有各的优缺点 也就是如果你将来资料量很少的话 类似像这个就只有五个字的话 那当然用这个方法OK 可是未来如果说你要的那个资料量很大 或者是说中间会有逻辑判断 你一边输出一边跑一边输出的话 那其实会造成那个程式跑起来的效能不张 所以我反而比较建议用刚刚的方法 OK 所以这个当然有时候要怎么样让程式跑的顺畅 这可能还是要慢慢在揣摩 那基本上就是方法一 就是用文字串接 方法二如果不用程式串接的话 那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什么 可以一边跑回圈一边print 不过最关键就是说后面不要有换行 那必须把换行拿掉 这个前面有没有讲过 那这个是方法二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还可以用方法三 方法三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可以用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那个方法 那个方法三的部分呢 我们其实是可以用什么 用这个求余数的部分 然后再把后面的那个数字给去掉了 那只是说我觉得这个方法三的解法 说真的看起来其实相较于刚刚两个方法 其实还是困难太多了 我是觉得这个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再研究看看好了 因为我觉得方法三好像没有比较简单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可以参考了 所以我这边把那个参考的答案也放这边 那有兴趣的同学 也许先不要看答案 自己做做看 如果你用什么呢 用那个求余数的方法 再把尾数去掉的话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结果给写出来 如果刚好将来有那个题目啦 如果考试的话 如果他刚好限定一定要用这个方法 那你就只能把它想出来了 另外解法4的部分 就我刚刚跟各位讲reverse 这个reverse的话呢 其实在那个第五个单元里面也有 这边有个reverse reverse就是反转串列的顺序 也就是说本来是从0 像这个6 0到5 然后它颠倒过来 reverse的话 那就是它会从后面输出 叫reverse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假如我希望利用reverse来做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啦 你必须怎么样 先把那个串列部分 先把什么呢 把那个文字把它转换成串列 那文字怎么转串列 特别注意啊 关键的地方来了 就是在那个文字的外面包一个什么 包一个list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利用那个reverse这个方法 它就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串列给颠倒过来 那你再利用那个for回圈把它print出来 那结果就ok了 所以其实这地方的话 假如说我们今天呢 要利用list来做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当然第一个 一定要先让那个使用者先输入嘛 比如说98765 那输入完之后的话 我们如果直接print了 它是讲这样 可是如果今天呢 我把刚刚的那个a 里面把它转成串列的话 也就是把文字转成串列 那记得关键就是 加一个list的这个方法 这个function 然后呢里面就放a就可以了 ok 如果经过这样转型 我们先把它print出来 你会发现喔 我如果把这个list1print出来的话 它基本上 就会长什么 假设我今天 这样子 oklist1 那执行一下 98765 ok 那你会发现喔 输出的结果就是什么 它其实是把什么 把98765 这几个字有没有 分别切开来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list1里面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它变成一个一个的这个文字 等于是一个格子 就放一个字 ok 那如果说我要颠倒过来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如果我这边的话 在这个list1里面 这个部分的话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把 这个 把它做一个反转的话 那我们刚刚有看到 你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在 这个 第五个单元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就有一个什么 list1.reverse 好吗 就是这个方法 那如果你经过reverse的话 假设我这边 print的话 加一个什么 点reverse 如果你那个四角拼不出来 没关系啊 我是觉得spider还不错 它会提示 所以这边你打一个re 这边就出来 reverse ok 如果你把它加一个点reverse的话 那我们来直接再执行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98765 enter reverse 这边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我要把它reverse的话 98765 把这个list 放到 把它reverse 可能要先做reverse动作 再print 所以这边的话 可能就是先让它reverse之后 再把list1 再把它print 我应该理论上这样 让它 ok 98765 然后让它做一个reverse 你不能直接print 然后再把这个结果print出来 各位可以看到 那就56789 ok 所以呢 这个你不能说直接放在 print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动作 变成说你要独立出一行 ok 等到它帮你反转之后 那list1里面的资料呢 就颠倒过来 本来是98765 现在变成56789 ok颠倒了 但是问题来了 可是问题我现在不是要这样 我现在是要怎么样 我希望它能够串在一起的话 那基本上 这边的话 你必须还要再比较麻烦一点 你变成要用一个for回圈 那for回圈的话呢 当然有两种写法 你可以for each 你也可以for i in range 比如说我们习惯用for i in range 那你可以怎么样 帮我把那个资料从编号0 到它最后那个 一般习惯是len 然后把那个list1 总共有几个 假如98765的话有5个 那刚好0到5停下来就是4 0到4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分别把它print 所以我用print 我就不串接好了 那print什么东西呢 print list1 里面的资料 里面的资料部分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中瓜糊加一下 然后里面的话就放i 然后后面的话记得 豆点 把这边后面再加一个什么 end 等于空的 试试看好了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我一个字一个字取出来 然后帮我print出去 ok 我们来试一下 这边执行一下 如果我98765 那如果理论上rever过来 就把这个字一个字一个字print出去 看一下结果 56789 没错 不过呢 当然你会发现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方法4的话 其实也没比较简单 那主要是说 我们是希望同学可以多认识一个部分 就是有关串列 那主要是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串列里面这个reverse的方法 ok 再来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没错 听见 没有 听见 你